歡迎來到Youtube圈,我是小巫 我剛剛吃完晚餐,然後打算出來打一下我們的蓋諾塞科特 那這場是西平公園跟我們的文修公園 兩顆蛋要一起開,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順便來把這兩場給打一打 好,那馬上就要開蛋了 希望臨時起義來打刀館能夠出現色違 那蓋諾塞科特是一隻蟲跟鋼的寶可夢 所以只要用火系就可以很好的打 等一下晚一點試驗看能不能在附近遇到導電飛鼠 今天有遇到一次,但是錯過他的影子了 到了時候導電飛鼠已經消失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導電飛鼠很少,我今天只有看到一次黑影而已 好,這一場19個人而已,少一個人耶 然後黃隊的話呢,只有兩個,黃隊要被霸離了 好,來吧,我們等一下這場結束之後 馬上就開,然後如果沒有色違的話呢 我們馬上去文修公園,再去打另外一場 好,第一場打完了,非常的快 又當機 傻眼,有沒有很多人遇到這種問題啊 從近應該就有了 來吧,第一場 有沒有受人 沒有 這隻1856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打下一場的文修公園吧 OK,GO 剛剛打完了文修公園的這一場 對,好久沒有來文修公園打 來吧 蓋諾塞科特給我紅色的 紅色的 沒有 1873 這有比剛剛那一隻高一點 好,那它的話呢 圈圈比較小 但是它的距離還蠻好丟的 對ASLEN的判定也是蠻大的 好,再個ASLEN 欸,它的判定真的寬鬆很多耶 沒有 好,再個ASLEN 還是沒有 啊,只有三個 剩三顆球了 1873的一隻 蓋諾塞科特 好,連續的ASLEN 開來會不會有 倒數第二顆球啦 欸,有 好,今天抓二中二 然後就在剛剛呢 我在搭公車的時候 不小心 點到了一隻 色維的 十丸子 好,那我們現在 回到這裡面來 剛剛打了兩場的 蓋諾塞科特沒有色維 不過沒關係 活動還有一段時間 好的,今天呢 剛剛有提到說 拿到一隻 十丸子的色維 我們現在把它進化到 色維的地板 帥 有夠帥 那時候 因為今天 其實十丸子的 數量還算蠻多的 對,然後就點著點著點著 就不要先出了色維了 開心 比較色維 真的還不錯耶 一般有 好,再進化吧 天啊,要交換過 兩百顆糖果 兩百顆也太多了吧 那以外 現在呢 會有很多的木棉球 對,木棉球進化的話呢 可以變成我們的 蜂妖精 那以及我今天也有看到 黑影的 導電飛鼠 對,導電飛鼠也出現了 也開放 好,那十丸子的數量呢 還蠻多的 如果對他的色維有興趣的話呢 不妨多點點你身邊的十丸子 那在五星團結戰的方面呢 甘露三顆特有色維的釋放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努力打個集場的人 甘露三顆特可能不能去色維吧 那這邊也 期待大家跟我分享 你抓到的色維 或者是100IV的甘露三顆特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就喜歡點個喜歡 如果想觀看更多Pokemon GO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 那我下來,再見囉 掰掰